7月22号星期五下午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9位青年外交官一行 来到欧洲卫视座谈交流 在电视台总裁陈世明 台长陈陈 副台长陈一华的带领下 他们参观了电视台的采编工作室及演播厅 随后电视台主创人员纷纷上台 介绍了自己负责的工作重点 以及中法媒体环境的比较 作为欧洲大陆唯一一家中法双语电视台 其信号覆盖整个欧洲及泛欧版图 电视台始终坚持中法双语客观真实报道新闻 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欧洲卫视台长陈陈介绍了电视台的运行情况 作为法国最高视听委员会审核授权播出的法国主流媒体 欧洲卫视参与了几乎所有重大活动的采访报道 欧洲卫视副台长陈一华向青年外交官们 详细讲解了欧洲卫视的各个重点栏目 并介绍了创作初衷和过程 欧洲卫视记者宋家峰对比自己在中国和法国的职业经历 发表了题为个人能力与平台光环的演讲 分析了中国与法国媒体环境的区别和不同 进一步阐述了欧洲卫视作为法国主流媒体的责任和担当 主创人员介绍完毕 欧洲卫视全体员工和到访的青年外交官 又进行了题为外交与媒体的座谈会 大家一同探讨在国际外交风云变换的大背景之下 媒体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发挥了哪些作用 欧洲卫视总裁陈世明向青年外交官的到访表示欢迎 向他们对欧洲卫视的关心和关注表达感谢 年轻人是祖国的未来 青年外交官就是中国外交的未来 陈世明总裁助他们在今后各自的外交工作中取得突破和成功 交流现场气氛轻松活跃 年轻的外交官们畅所欲言 踊跃提问 问题涵盖当下国际新闻热点的报道角度 及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和冲击 欧洲卫视团队知无不言 坦诚相待 大家纷纷表示 要共同努力精诚合作 在尊重客观公正的基础上 传播中华文化 树立中国形象 维护中国利益 讲好中国故事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